既然幽默那麼喜歡說要這要這就給你一點時間 為什麼不說啊 五位素少量 多久都說五位素少量 其實這也會 我挺出奇的 你覺得他是什麼賣點呢 第一季 其實他走那個路線就等於走這個K-ON的路線 但他走出事成功 但他成本低很多 第一季開頭其實你看到其實那個聲勢沒有那麼厲害 反而完季之後 反而再慢慢再增加 是靠網民的這個推介嗎 我講一下情況就是 當時第一季是水客馬的 在雲雲伸張他不起眼 當時只有我同學馬看的話 還是說回 你不說 不是 之後做的時候沒什麼問題 但做完之後Bullway才不斷升 還有之後出了很多演唱會 好像搞了兩場演唱會 其實四位星優就不停在那裡接收 即是有Dishaw、CVD、MV等等 到底第二季之後變成不是黑馬是白馬 即是全部人都看過第二季回到的 但其實他這套有什麼吸引的地方可以拍得出來呢 其實這套是心會向的 怎麼說呢 就是原作其實他都好看 即是我後來補回原作 故事其實你當是Lucky Star的類型 但他不是四格 即是他完全不是四格 即是他故事的走向 其實類似Lucky Star的走向 應該說他是白盒機上面的一套 已經算是最受歡迎的拖馬 即是如果我說的話 我忘記這些角色 阿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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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跟別人來說 但說真的 整個故事 即是我看第二季 我看了一本之後我沒有再看 因為呢 所玩的套類也是在玩同一樣東西 沒有Lucky Star那麽大的變化 不是他這樣 因為第一季主要是維繫二連級那班四個人 但到第二季之後 其實我打算他會怎樣玩呢 他會玩回第一一一年級的學生 即是他說的故事 但沒有力氣 那一年級的學生 其實應該說 故事套路 他們那些關係 又跟第四位主角 其實類似 而只不過是角色的角色 樣子轉了 但內女的籠 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沒什麼吸引力 這關於一個百合的問題 其實看來沒有百合的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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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同女生之間的互動 其實挺可愛的 很吸引人的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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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巨語的配對 其實挺正的 抱歉 辛苦了 好抽象 他這次看出的 配角 就是大心的姐姐 搖人一家 那班人 是在外傳上出了場 外傳上另一堆百合故事 我不管這些人 但我看起來 其實他套路 其實是好相知的 即是 我看完第一季 即是第一季我或覺得沒問題 回看第一集已經完成了 第二季來說,他有Comicare的套路又出來 又噴鼻血,又扮一下Cosplay,又罵吵架 又有言語誤會,玩來玩去都是那些 不同了,上位Comicare去人 Sorry,我又怕不到 你看不到白鶴的愛,他女生之間的攻守關係 這套是四人校園喜劇 白鶴校園 其實有些人看完第二季就賭回第一季 老實說,我兩套第一、二季都沒有看的 但單以他們那些talkshow的表現 我覺得蠻好看的 你說他之後演出和其他東西做起的人氣 我相信的,你現場看過也會明白 就算你在香港,他的粉絲是有一定程度 是投入的一班人 有來過香港的,不是,他來香港之後拍了DVD 上面是後來剪載每月附錄的 嘩 而且他在這區裡有電台的,四個都有 嘩 其實日本那邊是很高人氣 嘩 其實他周邊的收益都應該不錯 低到周邊,低成本高效益 五位數,Bullway,當時沒有動畫做得到 其實現在Bullway五位數很難得 這個真的,以日本這樣的經濟狀況之下 而且你看看他今季是很多的錢 今季一套去到五位數 上季他基本上沒什麼錢 今季第二季很多錢 OP可以做到很多版本出來 就是